《氣象冷知識》 歡迎收看《氣象冷知識》 收到冷知識粉絲的電郵 他說最近這一兩年似乎見多了彩虹 想知道彩虹的形成機制究竟是怎樣的 順重要求 讓我和大家一齊講講 彩虹是其中一種大氣光學現象 要見到彩虹 第一一定要夠光源 即是太陽 月亮似乎不夠光 第二就是水滴 要用玉眼見到 當然角度亦非常重要 要看到或拍攝彩虹的照片 一定要背向太陽光 故此太陽角度低 即是接近日出或日落 會有較大的機會見到 楊光是由不同波長的光組成的 簡單來說是由紅橙黃綠藍電子 不同顏色組成 當大氣有水滴的時候 譬如下雨 太陽光線就會被水滴折射 藍光由於波長較短 被折射的幅度比紅光大 因此藍光會位於彩虹的內側 而紅光就會在外側 情況就像是三零鏡一樣 當陽光經過水滴的時候 它會先被折射 再被水滴曲面反射 再折射出來 在水滴裡面經過一次反射的光線 就形成我們常常看到的彩虹 又或者叫做主紅 如果角度正確 光線在水滴裡面進行了兩次反射 就會產生第二度彩虹 藍紅的藍就是這個原因 有沒有留意到藍的顏色排列次序 跟主紅剛剛相反 還有 由於每次反射都會損失能量 故此藍的光亮度也比較弱 見多了彩虹似乎與智能手機 以及有關的應用程式出現 有關係 很多人都將拍到的漂亮照片鋪上網 供著同好 下一次如果大家都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天氣現象 記住拍下它 以及上載到這個網頁上 說不定 在下一年的天文台月曆有你的作品 好 這一集的氣象冷知識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